你 那个姐娘娘 竟然回复读者 喊沙摄影 说我没家教 她才没家教 别生气啊 手机摔坏了 可是要买新的 这个截图给你的 李贤女是谁啊 怎么比我还八卦呀 你还给我 我要看 气死我了这么多年 只有我们家 初刹娘娘骂我的份 怎么能骂她呢 快还我 快点快点快点 你发了什么 好好散步 走了 你刚刚发了什么 我看看 我的癫结 只是按照合同 和话设沟通 用稿或者不用 编辑只是协调者 她说的不算 至今为止 我不认为 我有被当作任何人的 私人物品 那么小心翼翼 珍藏对待我 如果有 我很期待 别这么寒清磨磨地看着我啊 毕竟我是温润如鱼公子传 这一拨 不过我预感 这一拨书迷又要掐了 但是不怕掐 就怕糊 这样一来 你新书上市的消息 就能大大的预热一波了 我是正面帮你出头 你怎么只能想到卖书啊 老大 我卖的难道不是你的书吗 而且我最近都已经在做牛做马了 不过呢 还是要谢谢你 这样一来 又可以节省一笔宣传费用 不用花钱了 哎呀 太可惜了 要是姐娘娘直播操作 是明天新书运输的时候 就好了 哎呀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你也得寸进尺了 去买单吧 我去买单吧 嗯